这能听到我的声音 看一下一切是否正常 好正常啊没问题啊 还有五分钟上课啊 咱们就提前五分钟啊 快速回顾一下 还记不记得啊 拿刀的是谁 拿刀的是流氓骗子 流氓骗子啊 Rogue表示的意思叫做 也是流氓 还有小淘气 死广州死在广州啊 叫做Scranjo 也是这个意思 恶棍恶霸 像那个蛊惑仔们啊 下一个是Resco 鲁莽的人也是叫做 鲁莽 Resco 好这边第一个看这个动作 叫做什么 破坏掠夺 网上泼油 Despoil Despoil Depredate 脑子里想Predator 掠食者 掠食者的行为动作 还是加强 第一还是比较加强 叫做掠夺破坏 我们是食肉的 掠食性的 食肉的叫Predacious Predacious 和Depredation 好看这边第一个 叫Sist Subsist on fish 还能记得这句短语吗 就是Exist Leave on fish Desist Stop 停止 Resist 抵制 抵抗 站在社会的最底层 叫做Very poor Very poor 反应反应 好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Restitute 有什么叫什么 叫Return 对不对 叫做什么 叫做回来了感觉 叫做归还 归还 下一个单词 叫Prostitution 站在前面的一排 叫做卖淫 Prostitute 妓女 妓女 卖淫 好 下一个Desease 表示的意思叫做 生命完全停止了 叫做死亡 Perish 还是死亡 好 继续往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Contiguity 两个东西 怎么样 Contact 先让它 接触到一块的感觉 这个动作 叫做临近接触 接近临近Proximity Vicinity Map 就是周边的地图 Vicinity Villa 过来的 Adjacency Adjacent 都是表临近 拿个枪指着它 吉普车有危险 Jeopard A-R-D 名词后缀 下一个I-Z-E Jeopardize Jeopardy 下一个Precare 汽车前面危险 Perio-Imperial 一直生病 也叫做危险 动词危急 危急 是什么危险 生态学 生态学的生态系统 Ecology Ecological Ecosystem Ecosystem 下面Annex Annex 表达的意思 叫什么呢 Annex This area Annex 想一想 Austria 吞并 奥地利 吞并了 Mexico 吞并了哪哪哪 用这个单词 吞并 强行的连接起来 现在Annect 这个词跟Connect 强行连接吞并 Merge 就是Mix 混合在一起 它叫做合并 合并的意思 下边Combination 名词 Mo 脂 Freckle 雀斑 雀斑 Pimple和Dimple 酒窝和青春豆 Rash 针子 这边第一个 Proliferate 不断产生生命 看大家这个行动 有两个 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生命不断向前繁衍 叫做激增繁殖 Prolific Nuclear Proliferation 核扩散 咱们还讲了 另外的像谁 蘑菇学激增 Mushroom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Multiply 对不对 Multiply 这两个放到一块 好 下边下一单词 叫做Duplicate 这个Plik和Ply 这个词根 是跟折叠有关 折叠 折起来 折一倍 Duce Double 叫做复制 向里 折这个叫做 牵连 卷入 还有表示叫做暗示 叫做暗示 含义 都行 Implication Explicate 解释 还是副本复制品 含蓄的 明确 直接的 身体往下弯 这个动作 给你鞠躬 大家想想 给你鞠躬 叫做 恳求 恳求 下一个 爱人 叫做慈善 博爱 爱书 爱书的人 爱动物园 就是爱护动物的 人类学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Misenthrow 痛恨人类 我觉得人类 没有好的 初衷和目的 这叫做 愤世嫉俗 愤世嫉俗的人 厌世者 厌世者 博爱慈善 这边第一个 Slump 暴跌 或经济的萧条都行 往下跳 Plummet和Plum 这两个是重点词 也是不好记得词 像下 像下的感觉 向下的暴跌 Sag 衰退 减少 No stop 跳水了 还是叫做暴跌 Allocate Asset Allocation 我们说叫资产配置 分配 Resource Allocation 分配配置 Dislocate 没有放在上面 Dislocated shoulder 叫做脱臼的肩膀 重新定位 许多东西 一堆东西 大家摊下去 分下去 把这一堆东西 分下去 A lot A portion 部分 拆成若干的部分 给你一部分 给他一部分 把这部分给他 这也叫做分配 分配分摊 分摊一些东西 咱们说这一共 这事儿就花两万 咱们摊一下 把分一下 一人五百 这个行为 A portion 一人一部分 把钱分一些 还是分配分发 A scribe叫做归阴于 把大家名字写到一起 这个叫做 Dropped 叫做征兵 He was conscripted into the army 写在下面 咱们马上到双十一了 在最下面看完 买的袜子 鞋垫 松紧袋 裤衩 最后四样 Item 写在下面 最后点 订购 哎 订购 看一下 下一个 前面 写在前面 叫开要方规定 盈余 盈余 好 看这个呢 叫做 Nealism 虚无主义 No Neal 就是nothing 使变得虚无 是敌人都虚无 没有了 歼灭 消灭 完全终结 消灭 Abolish 废除 Resign 叫做撤销 Ceasers 还有Repeal 东西给拉回来 说过的法律 给拉了回来 这叫做撤回撤销 啊 撤销 好 那我们继续 啊 这一万小时 还能挺住吗 你们 还能挺住吗 没问题啊 没问题就好 啊 加油啊 我刚才呢 对 吃了个橘子 喝了一个酸奶 又吃了一个香蕉 对不对 所以就还是得 补充能量啊 根哥不倒 我不倒 对对对 补充点能量 就还好啊 明天我还要上五节课呢 啊 所以明天 就是大家都挺辛苦 也都一样啊 那第一个叫做Predecessor 读一读他啊 Predecessor Predecessor 这个词他表示的意思 叫做什么呢 叫做 前任 看到了吗 这个叫做 前任 他就是他的前任嘛 这能看到吧 他是他的前任 那这个词 为什么叫做前任呢 他注意他 不是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的前任 那个是EX 他表示职位的前任 不要理解错啊 不要理解错 你不是说他是他前任 不是他俩来出对象啊 不是这意思啊 他是影射的是 刚刚上网讲的 不是上网去了 第一节讲的那点啥 还记得Desease 这个单词吗 Desease 这个词 看就是他嘛 Desease Desease 原因发生变形 就是死亡嘛 就是先是 之前去世的人 这个叫他的 什么样 先辈 前任 之前他去世了 然后呢 皇帝 这皇帝先是 然后这个又来一个 这个他前面人又走了 然后他又来一个 这就是之前去世的人 这就是你的前任 前辈 好像一个Successor Successor就是正好相反 叫做继任者 后辈 那对吧 继承人 继任者 职位的继承者 他是来自于Succeed的 动词的第二个含义 他的第一层意思 叫成功 第二层意思 就是继承 我说一个句就明白了 说这个 She succeeded who as the president of China 那立点什么意思吧 She succeeded who as the president as the chairman of China Succeed somebody as She succeeded who as 一个是集物动词 就是继承 那不集物动词 就是成功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名词 是Successor 就是继任这个意思 继任继承者 所以这一前辈 一个是后辈 前辈和后辈 这俩放到一块 走错频道了 不要哭 好 我们继续回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 来第一个 第一个词 叫做Ransack 读一读 Ransack Ransack 它表示的意思 叫做 什么 喜结 掠夺 诶 词没有打出来 叫做 喜结 掠夺 看一下它 来 动手 写一下 刚才好像没有汉语意思 抱歉 不好意思 喜结 掠夺 我们刚刚说的是哪个词 上半场是不是讲了这个 复习了这个单词啊 是不是上半场 是不是复习了这个单词 就是dispoil这个单词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看它 动手把它写下来 这子词讲过吗 没讲过吧 这次应该没有讲过啊 没有啊 好 写一下 Ransack Ramage Ramage Loot 然后Plunder 还有Pillage 这打错了 是细细搜索 彻底搜索 不是洗洗 抱歉 两层意思啊 第一个叫做仔细搜索 第二个还是比较是洗劫 洗劫略读 好 写完了吗 Ransack 写的东西再读一读啊 等一会慢的啊 第二个Ramage 第三个Loot 第四个啊 Plunder 最后一个Pillage 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个单词啊 第一个单词呢 刚才说到了 它表示 第一个看这个图就能明白 叫做洗劫 那这个洗劫它能装到什么里面 Ran叫做跑 对不对 Sack呢 表示这是麻袋 你看装的袋子 把钱全装到袋子里 赶快跑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这个叫做洗劫 叫做洗劫 叫做洗劫的意思 第二个单词呢 叫做Ramage Ramage这个单词 它的意思跟它第一个意思相同 也是表示仔细搜寻 仔细翻找 我们生活当中 你看见 他们就说在他的房子里 就找遍了公寓 就找这个存折 就找这张银行卡都行 说 She ransack She ransacked my apartment for the bank book 在我公寓里 仔细来回去找 细细搜索 Ramage也是这样的一层含义 它呢 是影射的哪个词 它前半部分注意 它的源头是来自于room 这个单词 在房间里面 写上 它是来自于房间这个单词 就是一种翻箱倒柜的感觉 大家能理解吧 翻寻翻箱倒柜 那个fumble 它范围可能更小一些 在一个小范围内 看不见的这种摸索 我们叫fumble 但是Ramage更多强调 这种翻来覆去 翻的乱七八糟 这是来自于room这个词 在房间内翻寻翻找 翻寻翻找 好 看下边 下一次叫做loot loot这个单词 这个现在雅思里面 也有考过 叫做战争当中的洗劫 或者是掠夺 名词也有表示 叫做战利品 也叫做loot 洗劫掠夺动词 名词叫做战利品 叫做战利品 战利品 这个词不是很好记 L-O-O-T 你可以把这几个放到一起 你看还有L-O-O-P 对不对 loot loop loom 就有一个100 对不对 100系列 你可以看一看 第一个 100米 这叫什么叫做 织布机 最后一个词 loom 你看100米 织了100米布 100座山 Mountain 叫 动词叫做隐隐若现 隐隐若现 隐约出现 这个叫做loom 100米 或100座山 看远处 风轮叠上那种感觉 好上面loop loop这个词 咱们在以前是在我们班说过吧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呢 叫做圈 或者叫做 看 圆圈 圈环 这个叫做loop L-O-O-P loophole 像我们常说有这样的一个词 loophole表示的意思 我们就是指漏洞 法律啊 是吧 规则当中呢 你看有一个 有一个圈 一个洞嘛 是这样 有一个眼的感觉 是这种感觉 你看 这样有一个圈 一个环 loophole 看L-O-O-O-P 记住这个单词啊 圈环 loophole 叫做漏洞 好 这个T呢 你快把100吨 100t 想想 100吨叫什么 叫做战利品 战利品 脏物都行啊 动词 还是叫做洗劫掠夺 比如说造一个剧 就行了 比如说 这个有20多家商店 遭到了抢劫 遭到了洗劫 原来在视频当中 也看了 当年香港 没有回归之前 那特别乱 那时候叫做 more than twenty shops were looted more than twenty shops were looted 动词是一个 几乎动词 把这三个100 放到一起 100吨是战利品 想成吨 100p 叫做什么呢 叫做 这个线圈 圈环 圈环 就把这个T 想象蹲 不是T O N 就是L O O T 把T想象蹲 然后还有一个是L O O M 100米 想象叫做织布机 织布机 因为它单音节词汇 所以咱们就通过一个联想 去记了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despoil despoil 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 网上泼油 洗劫破坏 破坏 下一个单词 叫做 plunder plunder表示的意思叫做暴跌 不是说错了 叫做洗劫掠夺 咱们刚才说的暴跌叫plunge 叫做plunge 它也是有指战乱的时候用武力 这样的一个行为 用武力去看 叫做掠夺 有指用武力去掠夺东西 掠夺 作为动词 仍然还是一个极武动词 还是一个极武动词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pillage pillage表示的意思也是叫战争当中的这种 洗劫或者我们叫做掠夺 洗劫或者是掠夺的意思 这个大家要通过这个词源解释它 其实它实际上是来自于这个pillage 这个在拉丁语当中 北深表示的意思就是毛发 是有这个意思 就跟毛发相关 那其实强旧就只把一个人毛发都给揪下来 是这种感觉 什么都不留 或者你通过谁去记呢 你通过那个pillar 这个大家也想要见过吗 叫做柱子 这次也想要见过吗 你通过柱子去记也行 当年年他们进故宫的时候 把那个柱子上那些金子什么黄金镀的那金都给刮下来 柱子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放过 那些金子那些那些宝石都给刮下来 想想当年侵略侵略京城的时候 把毛都给拔走了 这个要通过词源解释稍微难一点 你通过pillar去记好记一点 就柱子上所有的那些金子都给刮掉了 这叫做掠夺战争当中的掠夺 plunder也是暴力的细节掠夺 100吨战利品 在房间内叫做翻寻翻找 翻寻翻找 还有ransack 跑 用麻袋装完钱就跑 叫做洗劫 或者我们叫做仔细的搜索 彻底的搜索 它两层意思都行 好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sneak 这个在前面是不是咱们好像给大家讲过一次了 是不是讲的是这个单词 前面说好像给大家讲过这个单词 叫做stealthy 偷东西吗 叫偷偷 会叫做furtive 藏在毛发之下 这也是 鬼鬼碎碎 偷偷摸摸 还不错 确实来上课的同学非常棒 来上课的同学非常棒 前半部分这个snake叫做鬼碎 前行 它这个单词跟谁是同根呢 跟这个词就是snake 蛇 蛇什么特点 就是有一种前行 悄悄的这种 半夜你睡觉的时候 悄悄潜进了你的房间 这个叫snake into my room 蛇的爬行 就是没有声音 悄悄的 所以我们说那个旅游鞋 运动鞋 是不是叫sneakers 对吧 是不是用这个单词 走路没声 你想一想 不像那个高跟鞋 那女老师 变考的时候走来走 就讨厌 所以只要穿的是运动鞋 也是悄悄行走的 让你前行的 行为鬼碎 叫snake 通过蛇去记 通过蛇去记一下 好 那把这几个词 过一下 看第一个 这个例句当中 repression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叫什么 叫做镇压 masquerade 第一天我讲过这个词 masquerading as masquerade叫什么意思 还能想起来的这词 假面舞会吧 大家你看 它作为动词 加上ing了 那就发生什么意思了 加上ing动词的话 就表示叫做伪装成的 只是伪装成了这样一种方针政策 伪装成了方针政策 实际上是一种镇压 这个都是曾经这样讲过的 其实你现在咱们先上了十几节课 咱们这三十多节课都上完之后 你翻开twitter 你翻开facebook 你还翻开 这个什么cnn的客户端 你会发现原来你不认识那些词 这都是万词版的 就是那个标题里的呀 或者是一些主题剧里面的一些词 其实都是 都是咱们万词版里的词 好 你看这里边叫做 two guns need to be annihilated 叫做什么呢 叫做歼灭的 两个团伙被歼灭了 变得虚无 能想来怎么记得吧 对吧 好 下一个词叫做 什么呀 it's as bloody as its predecessor 他和之前 他前任一样的血腥 前辈前任 之前死去的人呢 继任者就是成功继任 成功继任 successor 全都会给大家讲完的 如果讲不完 咱们会给大家加一节到两节课 但总之大家放心 肯定会给你们都讲完 不会说讲不完 讲到是100多页来的 148我记得好像是 还是100多页 就这个词分之前 153页 153页都会讲完 都会讲到153页 你不用担心 讲不完就给你加课 也给你讲了 好 下边 下一个叫做 then they ransacked the house 你看作为动词也是一极有动词 跑完 拿着麻袋 赶快就跑 叫做洗劫 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什么 叫rummage 细细搜索 仔细地搜索 好 sneak 表示的意思叫做 潜入前行 还有叫做偷偷携带 这个偷偷携带 其实也是考研当中 出现过的一个意思 偷偷携带 或者我们叫做 叫做这个这个这个 潜入 潜入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读一下 叫做frugal 看下这组词 frugal thrifty sparing economical 咱们生活当中看看 how to live a frugal life 如何去过这样一个很节俭的生活 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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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ugal thrifty sparing 写下来 economical 这第一个单词呢 大家通过谐音去记一记 就是 俘乳购 有东西生活非常节俭 早上起来就吃一块俘乳 然后把一个月的早餐前 用来报了一个万词班 是吧 这叫做俘乳就够了 叫做很节约 吃一块俘乳 然后喝点凉水 早餐完事 早餐就解决了 俘乳就够 第二个单词呢 它的名词注意一下 叫frugality 就在砖吧里又考了 frugality 加一个ity就行 变成了名词形式 下一个单词叫thrifty 这个也叫做节俭节约的 它的名词叫thrift 写在这里了 叫做thrift 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呢 它实际上跟谁同源呢 跟我们在四集当中的一个词 叫繁荣 你看他俩其实是同源的 thrive大家有学过这个词吗 有学过这个单词吗 要想繁荣兴旺 必须从节俭开始 你会发现有些人 他总是存存存 第一桶金总是存不满 为啥存不满 就是不会节俭 节俭才会繁荣 thrift和thrive 这放到一起 thrift和thrive 先节俭才会学会繁荣 不会存钱的人 是发不了家的 虽然钱是挣的 不是攒的 但是生活最开始的时候 还是要学会节俭 thrift thrive 好 下一个词叫做sparing sparing 这个单词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动词叫spare spare作为动词来讲 就是表示节俭节约 我们在以前你可能知道他的形容词的意思 比如说叫spare time 空闲时间 spare tire 叫做备用轮胎 对不对 备用轮胎 所以你通过这个形容词备用去想一想 什么东西他都把它备用起来 这样的人也是节俭节约 用现代分词形式做了他形容词了 sparing 叫做节俭的节约的 备用轮胎 把什么东西都备用起来 对不对 那这样的人也是节俭 他动词就是节俭 sparing 最后一个就更加直接 就是经济节约 就economical method 非常经济的节约的这种方式 比如大家上课觉得这个课贵 对吧 那怎么样 速售五个人一起报 速售五个人一起报 一人可能花个 这个100块钱 或者七八十块钱就可以了 这叫很经济 在阅读里面呢 以后大家注意 如果你看到这个表达 economy的时候 你翻译不出来的话 翻译不出来 你翻译成经济的不通 那其实他翻译的意思就是节约 什么钱 记住吗 你要如果翻译成经济 他不通 所以这怎么不顺呢 那你看就翻译成 他就翻译省钱 这个意思了 他翻译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那节约的词就这四个 大家把这几个词看一看 第一个 常见的 第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frugal 叫做frugal frugal表示的意思叫做 frugal 节约节省 第二个thrifty 通过thrift语计 这形容词啊 就这四个 繁荣之前要学会节约 节约 加一个y变成了 形容词 节约的 下一个单词叫sparing 来自于动词spare spare本身也是节约的意思 最后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economical 很经济的 很经济的 用这个词 那我们留学的同学呢 还可以看一下这两个词 一个叫做stint 还有个叫做skimp 把这两词 我们放到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stint这个单词啊 它也表示的意思叫做 节省 或者叫吝息 但注意它的一个用法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单词啊 一般多用于否定句 这就稍微难一点 把它俩补在下面啊 一个叫stint 一个叫做skimp 写在旁边啊 这个stint 后面一般会记 on something 用于否定就是 咱们经常会 什么时候才会用到它呢 就是比如说 它从不练习金钱 它从不练习吃的 你来我们家做它 随便吃 反正就只有馒头 零食全没有 你想吃就只有馒头 是吧 这叫做 he never stinks on money 能解是吧 he never stinks on the food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是这是这个词的一个用法 它一般只强调的是用于否定句 就是它毫不吝息什么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才用谁 才用这个单词 才会用这个单词啊 所以一个叫做stint 一个叫做skimp 它俩用法都是一样的 都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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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是吧 stint和skimp 叫做吝息吝涩色 但是它一般用于否定句 这两个字其实都是托福里的词了 都是托福里面的词了 看下边啊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叫做accrue 总终写一些 accrue 下一个accumulate amass还有month 来第一个accrue 第二个accumulate 第三个amass 第四个啊 叫做叫做month 叫做month 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词啊 这个动作 说这种一点一点往上走 最简单的词 其实就是increase 就大家能力吧 最简单的啊 词其实就是 这词 就是正常的增加 就是我们所说的增加 好 那你看看他怎么去记啊 但他一般强调什么样的增加呢 他一般强调的是自然的 比如说利息这种变化 自然而然的一点一点的这种增加 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 叫做accrue 叫做accrue 他跟interest是一样的 一般自然的利息啊 或者一些东西越聚越多 那为什么他叫做积累增加呢 crew这部分他影射就是创造这个单词 他影射的是这个单词啊 影射的是创造这个词 影射的是创造这个词啊 所以叫做加强不断的去创造 像咱们知识 不断的去创造一些知识 这就是一种积累啊 你会越看的书越多 越做的事情越多啊 那你的经验就越来越丰富啊 这个叫做accrue 不断的去创造 他的名词呢 就是accression 你可以写旁边 等于写出来了 accression 增加 增加 名字写旁边啊 accumulate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吧 这个是不是就是所有考试的通考词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你可以把它两个放到一块 因为它都是acc 它都是acc开头 accumulate和accrue放到一块 也叫做积累的意思 这个词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当年我第一次讲心肝念三的时候 第一次讲心肝念三的时候 特别紧张 新三的第一课叫做 accumulate at large 有背过那篇文章 我当时那篇文章就有这个单词 我当时给学生讲 上来一转身 写在黑板上 就忘了这词怎么写了 这个词当时印象特别深 后来就再也不会忘了 accumulate 当年第一次当年轻的时候 当老师 就是非常紧张 因为06年那个时候 06年那个时候 当老师的时候 你发现那下面那些学生 其实跟我都差不多大 其实都 比他们大也没大 一岁两岁 然后那个就 紧张的忘掉怎么写了 加强 cumul 这跟积累相关 accrue也是 下一个词 a mass 这个词来自于谁 来自于mass 就是max 大量这个概念 a表示加强 要加强 这叫做加强 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也叫做积累 叫做积累 马上要当老师了 是吧 挺好 当老师很重要一点 我觉得就是千万别的打击学生就行 千万不要打击学生 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学生 他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你可能调侃他一句 他可能因为你这一句话就 就完了 就不行了 是吧 所以你看我在课上 一般也不会去 去调侃这个人 或者是说 其实你可能你无心 但听者有意 那就特麻烦 学生更多的还是需要鼓励 特别是现在的学生 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比较脆弱 比较脆弱的 当老师其实不太容易 mount最后一个词 这个词通过谁寄呢 通过山去寄 就是mountain这个单词 因为山什么特点 你看 登山登山这个行动 所以他第一个意思 又表示登上的意思 登上的意思 就往上登 所以数字的话也表示climb 就是攀登 就是攀升 比如说药费每年都在涨 这个叫做medicine fee is mounting year by year 通过登山的灯去寄 他第二个意思就是登上 就是登上 来把这几个词跟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 accrue accretion 增加 不断创造一些东西 让这些能量越来越多 让知识越来越多 叫做不断去创造 积累增加 accumulate 这个算是一个四六级的词了 不难 这个来自于大量这个词 massive 大规模大量 你把它写旁边 A表示加强 让东西变得越来越大量 mount第一个意思是登上 所以你看登山的灯 第二层含义 比较是增加的意思 增加 好看前面 俘乳购 thrifty 繁荣钱要学会什么 节俭 sparing 备用的东西 都存起来 节约 经济的 死盯他 我就死盯着这点钱 就死盯着这点食物 这叫什么 这叫做 节省 吝息 节省 吝啬 听见了吗 死 死死盯住这些东西 死盯他 stint on food stint on money 但他一般用的是否定 他从不死盯着这点钱 大家随便拿来我们家 反正桌子上 茶几里 厕所里都是美元 随便拿 我从来不盯着那点钱 这叫stint 还有就是skim 也是这个意思 skim 叫做 吝息吝啬 这两个动词 这是考托福的 注意一下 还有鹰砖的 鹰砖和托福 都可以注意一下 skim和stint 好看下边 accruement也有这个词 也有 也有这个形式 accration也是 他们都是同根 下边 下一组词 叫做 Levish 看 住者大别墅 开者大豪车 大忌 对不对 这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 奢侈 奢侈浪费 对 skim也是否定 他俩用法都是一样的 都结昂 而都用于否定 好吧 这几个词写下来 第一个 Levish 第二个 Dilute 第三个 Deluge Dilute 对 劳斯莱斯 是吧 前两天 我们家 那个楼下 那车库里 就停个 劳斯莱斯 我还说呢 前两天 停的 还是现代的 变了 隔没隔两三天 相同车位 变成劳斯莱斯 这是 找到了什么 发家致富的本领 一个礼拜 上礼拜 还是现代的 这礼拜 变成劳斯莱斯了 写下来 Levish Dilute Deluge 首先看这个Levish 也有可能是 站错车位的 也有可能 Levish表示叫做奢侈 或者我们叫做浪费 比如说 我先造两个短语 读一读 叫Levish Gifts 就这种很 什么样 丰厚的礼品 对不对 很丰厚的礼品 比如说 Levish Lifestyle 这种挥霍的 很奢侈的生活方式 形容词修饰名词 直接用就行了 听懂了吗 形容词修饰名词 直接用就可以了 我们在以前基础词汇当中 这是考研词 看有没有见过它 Extravagant 见过这个单词吗 叫做Extravagant 是不是也叫做奢侈 一样的意思 讲过 也是表示给它 所以它这个表示奢侈 浪费 它之间是同一词 你可以写在旁边 用英英诗意帮你去记它 英英诗意 是一样的 同一词 那为什么这个词 叫做铺张浪费 或奢侈 那先讲一下这个词根 LAV和LAU 它作为词根来讲 本身表示的是个 wash 冲洗 冲洗有关 我们在以前学过 最简单的单词 就是这个词叫做laundry do the laundry 就洗衣服 laundry这个单词 以前见过吗 以前见过吧 通过这个词根 反过来 记这个词根就好记 洗干嘛 洗完之后 洗干了 laundry LAU和LAV LAU和LAV 是跟洗刷刷 有一些关系 所以你看这叫做 像流水一样 像冲洗一样 其实我们指的 就是一个人 怎么样 如流水般 叫花钱如流水一样 花钱如流水一样 所以通过洗去记 花钱如流水 就是奢侈浪费 奢侈浪费的 好 看下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 很重要的词类 下一单词叫dilute 这是怎么冲 原因发生变形了 LAU就直接变成LU了 但它其实还是 就是这个词根的变体 想一想 这叫怎么冲 这是分开冲 比如说这杯咖啡太浓了 我给分成三杯去冲 大能力的这个意思吧 这叫做稀释冲淡 稀释溶液 或者是去冲淡一些不好的记忆 稀释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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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级考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现在那个大学当中 安排一些美国大学当中安排一些 这个课叫diluted courses 是吧 其实就指的我们说叫什么样的课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样 说现在这个课程怎么着 这个课程水分太多 没什么含量 能解冲 dilute 就是课太水了 上课都扯毒的 没有什么干货 所以当年六级考过一个表达 dilute 用的就是这个词 好 di是跟分开有关 一个是分开冲就是稀释 是向下冲下来 叫大洪水 你看冲下来的感觉 大洪水或者我们叫做泛滥 不行 大洪水 泛滥 这个词根下面其实有考点的 就是这仨 就这个 对 还有antidiluvian 那个词 第一个 像流水一样 花钱流入流水 叫浪费奢侈 分开冲 叫做冲淡 然后向下冲 是大洪水 还有什么样的词 像我们生活当中 比较接近的 就这个词 厕所 看见过吗 厕所叫灌洗室 你看laboratory 洗嘛 冲洗的地方 ory 表示地点跟工厂 那个词造词一样 对吧 restroom toilet levatore 还有文粥粥一点的 砖八的同学 可以看看他 这也是砖八里面 还有gre里面的 你看这叫分 就是发现成洗 或者叫做沐浴 gre里面的词 诗歌文学用词 就是叫做洗 或者叫做沐浴 我们这么饭都行 比如说 she ran cold water in the basin laving her face and hands 他往盆里放点冷水 she ran cold water in the basin 然后laving her face and hands 其实就是wash 但这个就比较文 粥粥一点 就是我们汉语的感觉 就是一种沐浴的感觉 其实说白了 就是洗 就是文学和诗歌用词 就是wash 就是wash 好 看下边 浪费的反义词 浪费的反义词就是啥 就是吝啬小气 吝啬小气 第一个词叫stingy 吝啬的 刚才还记得吗 那个 吝吸节俭 那个词怎么写来的 是跟他同源的 sting 想起来吗 死盯他 死盯着这点钱 sting on money sting on food 别忘了他 你看stingy也是 小气的 吝啬 他来自这个 刺这个词 世面有没有这样的人 见谁扎你两下 让你放点血 今天蹭你个冰棍 后天蹭他个盒饭 大后天蹭他个鸡腿 见谁 让谁放血 见谁扎谁 这种人 吝啬鬼 小气 叫stingy 这个是最常见的 吝啬的 小气得 好 下一个词叫niggerly niggerly这个词来自谁呢 来自他前半截 名词叫niggered niggered叫做 吝啬鬼 小气鬼 吝啬鬼 小气鬼 就是mizer挺好 就是这个词 mizer这个单词 他加了ly呢 也是名词加ly 便形容词 叫小气得 ard 大家还记得这个后缀吗 我们在上面上讲了吧 他一般强调的什么样的后缀 消极的名词后缀 消极的 名词后缀 小气鬼 吝啬鬼 咱们之前说过什么 slugger的蓝鬼 lagger的落后者 blizzard 有印象吗 讲过这个后缀的 这也是 你可以通过还是消极否定去记一记 一个消极否定的人 拒绝花钱的人 好 看下边 最后一个词 最后一个比较难一点 叫passimonious 我把他的名词写旁边 叫做passimony 读一读 吝啬名词 passimony 你这样想想 passimony 叫做吝啬 通过谐音读一读 先记他名词 passimony 叫做passimony 怕失去钱的人 passimonious 我把这三个词来看一看 第一个stingy和sting放到一起 利息节省 sting是动词 stingy形容词 neagredly neagred 小气鬼 小气得 passimony 像流水一样 奢侈浪费 奢侈浪费 好 看看这一组 frugality 服辱购 还能讲来他什么意思吗 cero's frugality 前同事们 说former colleagues talk about cero's frugality 说他的节俭 讲到了他的节俭 节约节俭 第二个单词 看利息的增长 说showing the interest interest在考试的时候 不要老翻译成兴趣 这个兴趣这个词 这就太基础了 你看一看 是不是人家翻译成什么 翻译成了利息 或者是利益 你要看清楚 到底什么意思 那结合前后文就看 利息表明利息的这种增长 出示了利息的增长 accruing 不断创造 越来越多 好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lavish lifestyle 刚才已经造了这个短语了吧 他花费了什么 一切来负担自己这种很奢侈的生活 负担自己的 自己花钱 负担自己的这种奢靡的奢侈的生活方式 lavish extravagant 对 这一个意思的 好 下边 下一组 下一组 挺住 有东西可能已经困了 看一下这个图片 就能看懂吧 叫fugitives captured 他现在要逮捕的这个逃亡者 逃犯 被捕获的逃犯 已经困了 来 困了东西喝杯水 Cheers 把这几个词写下来 第一个词 fugitive 第二个 fugacious 第三个 Lucifugous 最后一个词叫做 subterfuge 这个词根 我们来看一看 对 困的话站起来 你可以站起来 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词根 为什么它跟逃离有关 能想到哪个单词 这个词跟fug这个词根 它是跟离开有关 能想到哪个单词 有一个单词叫做难民 大家还记不记得 老师你怎么不站 老师不能站 老师站起来没法写了 是吧 是不是refugee 看到这个单词吧 refugee 这个词 所以你就听说 反复逃走的人 逃离的人 好 把这个词根 希望大家先理解 理解完之后 下面这些词 就相当于容易一点 一定要想难民 这个词 你看这叫逃离的人 这就是逃亡者 逃亡者 叫fugitive eat这个词根 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走 咱们学过参观吧 学过参观那个词 对不对 visit 一个看 一个走 所以叫参观 那就是逃走的人 逃走的人 下一个单词 acius 我在上面上 说给大家已经说过了 acius这个后续表 是什么意思 表示什么什么东西 很多的 对不对 它表示什么什么东西 很多 所以这叫什么多 逃得多 所以叫做短暂的 或者我们叫做 时光飞逝的 现在回回手 看看99年 那时候V那个抖音上经常会说到 99年其实是20年的事情 人家想一想 确实如此 那时候 99年 我也才 是吧 很年轻的 几岁就不说了 十几岁 那现在一想就完蛋了 叫fugacious 是吧 时光 我们说那句话叫做 只缝 时间太窄 是吧 是吧 只缝太宽 一一不小心就溜走了 对 99年那时候 你们应该还是很小的 这个词知道一下 就是短暂 叫做短暂的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叫做 Lucy 这个Lucy 这个词根 讲过吗 表示的意思是跟光亮有关 它是跟光亮有关 它是跟光亮有一些关系 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逃离光 一看到光就要逃走 叫做闭光趴光的 闭光的趴光的 叫Lucy 好 看下边最后一个单词 叫subterfuge 这往哪逃 逃下去 我们生活大众经常会说 有的时候 我会找一个地缝钻进去 找一个地缝 我钻进去 这叫做excuse 顿词借口 ter这个词根 咱以后再展开讲 它表示的意思叫earth 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土地有关 我们经常会说 我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那这就叫做 叫做顿词借口 托词借口 好 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下 这组词要想记住的话 一定要想到谁才行 必须得想到难民那个词 他才能逃走 你看知道 难民逃离家园的人 这个叫做逃走的人 叫逃亡者 fugitives 复书了 下一个 逃得多 短暂的时光飞逝 就是lasting a very short time 是这样的意思 非常短暂的 好 下边下一个 叫做 lucifugus 逃离光 怕光 逃下去 叫做托词借口 好 继续看下边 下一组 叫smuggle 叫做 smuggle boot like a contraband 这图大家可能都看过 是吧 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 香港 入境的时候 深圳入境的时候 会看到这种人 防御医生 iPhone 对 这叫走私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首先看一下这个单词 叫smuggle smuggle 这个词后面加r的话 那就指的是 叫做走私饭 走私 走私饭 你可以把这两个词 放到一块 可以放到一块 那怎么去记它呢 没有备录的同学 注意就是 smoke and drug 走私最多的是什么 毒癖 还有烟 le表示 动作的一个反复 通过这样一个拆分句记 叫smuggle smuggler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 这是一个水货 水货 给大家知道吧 所谓水货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叫做 smuggling goose 明白了吧 叫做 smuggling goose 这个要知道 就是走私品 不能翻成water 也不要理解为什么 seafood 那是海产品 海鲜 那是 别整错了 好 下一个单词 这个是鹰砖里面的词汇 叫bootlag bootlag这个词 其实它原指什么 就是在1920年 美国通过了一个 叫什么 禁酒法案 就不让喝酒 能理解吧 全面禁酒 在20世纪的时候 那后来人们就怎么办 要有一些酒饭 要为了谋取这个暴力 把酒就藏在哪呢 禁酒令 藏在哪 就藏在靴子里面 藏在靴子里面 它是来自这样的一个典故 明白了吧 把酒藏在靴子里面 所以这种行为 就引申为什么呢 叫做走私 走私行为 走私酒 叫做bootlag 叫bootlag 这是英语 英语专巴里面的一个词 好 最后个单词叫做contraband contraband呢 叫做走私货 或者叫做违禁品 contra这个前缀 咱们之前说 表什么意思 叫做相反 对吧 band呢 其实是来自于bind的变体 就是跟绑有关 你这样想一想 就是不让绑着的 不让随身携带的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违禁品 叫做违禁品 或者叫做走私货 都行 Do you have contraband in your luggage 那里吧 就是你的行李箱里有没有违禁品 叫做违禁品 不能够绑在 不能够绑在身上的 不能够携带的东西 这叫做违禁品 走私货 你说走私一些 违禁品 你可以用这个词 叫smuggle contraband smuggle contraband 有这个词就行 所以有三个跟走私相关的词 大家了解一下 走私烟跟毒品 smuggle 第二个叫boot lag 藏在靴子里 原来指的是私卖酒 走私酒会用它 最后一个词叫做 相反 不可以绑 不可以携带在身上的 好 下边 下一组词 这三个名词 大家也是做一个区别 大家在地点 某些地方看到的时候 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 就是港口 码头 港口码头 我分别用三个图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这一点 Fishman's Wolf 看一下 就是我们所说叫鱼人码头 这地儿 大家以后有机会去 这个旧金山的时候 去旧金山的时候 我当时还在这个地方 就吃了这地方 叫Crab House 还是非常好吃的 这个码头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 那这个Wolf呢 他用这个词来翻的 圣弗朗西斯科 是吧 我们香港这边叫三番四 三番四 三番 反正就知道哪地儿就行了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旧金山 那这个码头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一般强调的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 a flat structure built beside the sea or a river where boats can be tied up or goose unloaded 就是我们所说就是能够卸货上下货的 这种大型的这种码头 可以用这个单词 叫做Wolf 叫做Wolf 那第二个呢 这个叫做Peer Peer一般强调的是这个概念 大家能写吧 Peer一般我们说强调这个概念 就是身到海里的 所以你看他的造词呢 他的造词呢 影射的是哪个词 就是ping这个词 跟尖有关 能写吧 身到海里的 这种码头 这种码头 明白了吗 身到海里的 海中间的叫做Peer 有的时候不一定飞地海啊 比如说湖啊河啊都行 青岛的战桥啊 那种感觉对啊 但这个考试倒没有什么考点 但大家知道会会描述就行了啊 就那种游客很多 大家上下人上下货的啊 Wolf 这个是Peer啊 这个Dog就是比较小的 看到了吧 第三个图 D O C K 也是上下货的 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的啊 这叫做Dog 叫做Dog 他用过甲板去记 他跟Dag是同源的 跟Dag是同源的啊 你看就跳上一个板子 这样就直接上来了 大家了解这三个词啊 比较常见啊 读一下 第一个Peer 伸到江河湖海里的 第二个呢Wolf 狱人码头 用这个词啊 下一个叫做Dog 叫做这种小的 有甲板子 有两块板子 就行行能绑一个小船 在这上下人很小的用它 好 下边下一组啊 下一个单词来读一下啊 叫做Redemption 有没有看过非常经典的电影 叫做Shawshank Redemption 看过那个词吗 消声客救赎 这就写就是他呀 是豆瓣评分最高的电影啊 豆瓣评分最高的啊 那把他们写下来 把他们写下来 第一个叫Redemption Redeem Redeem 还有叫做Preemption Preemption Preemptive Preemptive Exempt 写完之后打一下E 看下这几个词啊 这几个词里头不是很好记啊 特别是第一次背的同学 不是很好记 Redemption Redeem Preemption Preemptive 还有Exempt 啊 小的啊 好 那我这边我说一下啊 EM EMPT这个词文 它本身表示Take Take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买啊 或者是拿 对不对 买或者是拿 这大家注意一下啊 那我们学过最简单的单词 其实哪个词 就是这词叫做Example 这听过吧 是不是叫做例子 听过吗 还有咱们说空的 听过这个词吗 叫Empty 拿走了 没了 都拿光了 空了 或者叫例子 拿出来的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E变成A了 这两个单词呢 希望大家帮大家左记一下啊 去佐证一下这个词跟 是跟拿有关 跟拿有关 所以这是第一个词 这往哪拿呢 大家看一看 RED呢 它跟RE是一样 这个D没有实际意义 它就表示向后往回 RED和RE在此处是一样 就拿回来 所以就是我们执意就一词叫什么 叫take something back take something back 或者我们叫做buy back 叫做赎回 买回来 就这个意思吗 买回来 就是它的动词在这里 动词和名词差的比较大 所以大家重新记忆一下 to buy something back 比如大家以后有钱的时候 就花钱 没钱的时候把什么当了 把万次班的笔记 对不对 万次班的笔记当了 没有人能当50块钱 这个叫做有钱的赎回 买回来 下面这个单词呢 这叫什么买啊 是不是先买先拿呀 看看是不是 先买先拿 那这叫什么呢 叫做优先购买 为什么大家要打祸脑子 要当北京 要有北京户口 要有上海户口 可以先买 先去take这个东西 先去take这个东西 叫做先买 优先购买 还有叫做抢先占有先发之人 这个单词当年特朗普就说了 叫做给朝鲜先发之人的打击 叫preemptive strike 你再不服啊 我在韩国演习演习 直接就飞过去了 先发之人的 先采取行动 先take这个东西 preemptive 好 最后一个单词啊 叫做exempt exempt 看一眼它 exempt这个单词呢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可免除可豁免 首先注意一下它的一个用法 接谁 接from 比如说造一个句子说 the perfume is not exempt from import duty 是新三任的一个句子 叫做 the perfume is not exempt from the import duty 就是香水不免进口税 对不对 香水不免进口税 好 那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这个ex还是表示往哪啊 还是往外 对不对 还是往外把东西给拿出来 给挑出来了 这个叫做可免除 比如说咱们这么多人 只有一二三这仨人 他们仨摘出来 他们仨免除 是这个意思 你通过例子去记也行 你可以通过例子去记也行 它一个是例子 这是一种例外 例外的叫免除或免 比如说 he was exempt from the military service because of his poor health 能列这句话吧 he was exempt from the military service because of his poor health 对吧 因为这个身体不好 免服兵役 身体不好 免服兵役 用这个词 好了 把这几个词读一读吧 不是很好记得几个词 销声客救赎店 名字是他 这叫买回赎回 redeem还是 买回赎回 买回赎回都行 救赎都是他 先买叫做优先购买 我叫先发制人 我先给拿走 上来只有一个鸡腿 我上来先拿走 这叫先发制人 抢先占有 preemptive是形容词 exempt挑出来的 这个叫做 什么叫免除可 免除可或免 免除可或免的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porn 这是它的反义词 赎回 赎的反义词是什么 就是典当抵押 书的反义词 典当抵押 这个词来自于 porn这个词 就是爪子 它是这个动作 放到手里 来自于手掌 这个词 你看咱们学个porn 住在手掌 所以p字母可能很多 都会跟那个什么有关 跟那个手掌有些关系 放到手里 拿去典当 你看这笔 根哥用过的 上过了 十几个万次班 一直使用的一支笔 能当多少钱 放到手里 去拿去卖 是这个动作 放到手掌里 拿去卖的 典当 叫做典当抵押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 这个单词读一下 叫做 weary 和 weary 看图片 这两个图片 能把它区别开不 这图片 能把它区别开不 weary 是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 高中有一个短语 高考的短语 叫wear out 叫做筋疲力尽 I was worn out I was very tired exhausted drained 就这个意思 所以它来自wear wear out 这个短语写旁边就明白 就卷了 筋疲力尽了 所以叫做厌卷 叫做厌卷 而这个wary呢 它影射的是谁呢 它影射的是这个词 就是warn 看到了吗 所以这里面 它能源于谁 我都给你写旁边 这要去区别开 讲到源头 把它区别开 它来自于警告 这个单词 咱们男同学看电影的时候 经常会说警告 18岁以下不能看 哪里呢 warning 有一种警觉 这个叫做wary 比如说 造个句子就明白了 说she was wary of strangers 能了解吗 she was wary of strangers 她对于陌生人非常激进 陌生人非常的激进 这是来自于warn 这是ware out 这是疲惫 厌倦 不要混淆 不要混淆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vigilant 读一读他 vigilant vigilant表示的意思 也叫做激进警惕 现在有点wary了 对吧 vigilant也叫激进 它这个词跟谁同根呢 跟这个单词叫做vigur vigur表示的意思 叫做经历 大家谐音积极 男同学都知道 什么叫做伟哥 是吧 想一想 精力旺盛 energy full of energy 它跟vigur是同源 想一想 等大家到七老八十的时候 还有什么其他想法 但是 是吧 身体素质不允许的时候 那就vigur 要补充精力 对吧 比如吃点什么 铁棍山药之类的 所以这些强的 就是指一个人精力很充沛 这叫激进 比如说我这上了一天课了 我还是能察觉 窗外有人 虽然我们家住四十楼 是吧 窗外有人 能看到 叫做充满精力的感觉 激进 激进的 通过vigur去记 好 把这几个词 给老师过一下 very和very 它俩词源不一样 它来自于warn 这是wear wear out 厌倦 这个是来自于vigur 叫做激进警惕 激进警惕 好 我们把这一组词 说一说 还记得吗 脑子里想谁 想难民 这个单词吧 是不是逃走的人 逃离家园 反复逃离的 那就是逃走 这叫做 什么呀 fugitive叫什么意思 逃亡者 对不对 逃亡者 看一下 smuggler叫做走私贩 走私的烟和毒品 那走私酒用哪个词 放到靴子里 叫boot leg 这个不要忘了 boot leg 以及我们所说的 contraband 好 第二个单词 叫smuggler 刚才说了 叫走私贩 它是佛罗里达 最大的走私贩之一 大家以后去佛州 对面就是古巴 你看那个地方也是 贩毒的会比较多 贩毒的比较多 走私毒品的 下一个单词 叫做peer 叫做码头 就workers at the pier at the pier 码头的工人 注意到 码头还有叫什么叫wolf 有这个单词 wolf 别忘了 别忘了 还有一个就是dog 下边redemption 叫做救赎 赎回 it's about it's all about redemption all about finding a new life 为了寻找新的生活 救赎赎回 它的动词形式叫做redeem 拿回来 就是我们说buy back take something back 买回 好 这里面注意它的形容词的用法 be wary of she was wary of how the couple might be portrayed 他对于如何形容这对夫妻 持有一种这样那种谨慎的态度 同一词还有一个叫激情 谨慎有哪个词叫做vigilant 他是跟那个vigor 精力充沛那个词是同源的 一个人精力很充沛啊 所以也是激情 激情的 这次看一看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走 下边 来看第一个单词 读一下叫做testimony 读一读它 testimony 写下来 下边叫做testimonial the test 还有a test 大家看这图就能知道 这干嘛呢 这是说 在法庭上这是宣誓呢 说这些证词口供 test呢 作为词根来讲 作为词根来讲 它其实本身就是表示 跟证据或证明相关 证据证明相关 因为咱们经常会说 他说他学习特别好 你凭什么说他学习好 凭什么说他能力强 来 答一张卷子就知道 大家以后面试的时候 你看也是 原来我们那个时候去西东方面试也是 你先做套题吧 对吧 做套题完再讲一段 然后再问你几个问题 然后面试个两三轮 对吧 所以就要你说你好还是不好 你先测试一下 先测试一下 从测试去证明验证 因为测试就是一种验证的过程 所以就是跟证明相关 所以就是跟证明相关 通过测试去记 测试去记 这边第一个叫做证词口供 是跟证据相关 证明嘛叫做证词口供 testimony 下面testimonial叫做证明书 还是来自他的一个眼神 因为这是跟证明有关吗 那这叫做证明书 会叫推荐信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时候我看东西 是经常能看到这个男子 证明书推荐信 证明你到底是哪来的 对不对 原来那个年代 还会有什么介绍信 80年代 你说比如我要去北京 那不能说我想去北京 就去北京那不行 拿单位介绍信去 要去哪 对吧 就出差的时候 叫testimony 下面detest 证悟 这个比较好理解了 第一你想一想 表示一个否定的概念 证悟考试 第一有一个off的概念 远离测试 证悟它 其实大家从小到大 大部分人 我相信都是比较讨厌考试的 因为我们这个考试 得考20多年 从幼儿园就开始考 现在这叫证悟考试 证悟 attest 加强测试 这是要证明 这证明一般强调的是 法庭上的这种证明 attest to something 去证明一些事情 强调一下 这个是法庭上的 学法律的朋友知道一下 是一个不急 无动证明 或者attest to something 加强去验证 叫做证明 离开 远离考试 这是厌恶 你看这是提前考试 这个咱们在六级里背过吗 是不是叫抗议 protest 比如考试忽然提前了一个月 那大家肯定就得炸锅 提前考试 叫做抗议 加强考试是证明 原理考试是证悟 证悟 testimony 证词 一个人的证言证词 这是证明书 证明书 证明 提前两周就完了 是吧 所以就还是平时得多看 好 这一组次 还第一个 sue q hue ro 写下来 这也是英语一当年考的吧 indictment indict prosecute protest 抗议 陆寒同学 陆米同学 陆寒的了 叫做抗议 好 写下来 这几次说完咱们休息 好 第一个 sue 第二个 q 第三个 hue 第四个 roo 前四个写下了吧 写下了 好 这个sue呢 首先强调一下 它一般强的就是指 因为一些经济原因 民事诉讼 这种提起的诉讼 起诉 用这个词 后面一般会接的是 点点点for 比如说 sue somebody for doing something 因为做了什么事情 而起诉某人 因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而起诉某人 控诉 这是它的用法 sue somebody for 这个单子 怎么去记它呢 就通过拼音去记 就是私务诉 这样记就完了 私务诉是上诉 对吗 私务诉是上诉 cue 你cue我 就是什么 就是暗示 有一种提示 hint 暗示提示 你cue我一下 这个不是说我很cute 不是我可爱 那个词 这个其实为什么叫做暗示 暗指 就是core 它跟核心这个词是同源的 在里面的 心里面的 内部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这个叫做暗示 你看我们之前去彩排 去纽约那时候彩排也是 那我说完一句话 那历史老师 历史老师 他再提一个cue我一下 说到哪个词 他不会说 曲根老师该你了 那这个太尴尬了 他说一句话之后 那我们就继续 让他说 这个叫cue 暗示 下一个单词呢 cue 这个叫色度色调 这是想颜色的深浅度 因为咱们学什么美术设计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 有什么淡粉 浅粉 几号色 几号色 这个要知道一下 我们这叫做cue degree of color degree of color 这个不是很好记 大家可以通过一个联想记一记 你可以通过胡去记 是吧 喝无糊 你想想 糊光山色 色彩跟颜色有关 糊光山色 色度色调 色度色调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叫做 rue rue表示 regret 后悔 这大家可以通过拼 也是拼一拼 就是如如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想学完词吧 太累了 太辛苦了 还是学ABC 还是幼儿园好混 是吧 如如 如果是后悔 糊 糊了是什么 糊光山色 色度色调 色度色调 叫做cue 下一个叫做 cue是暗示 思误速是上诉 上诉 好 看下边表示起诉控诉的词 charge和accuse 这两个应该算是初高中的词汇吧 这两个咱们班同学都认识吗 这两个咱们班同学都认识吧 charge除了表示充电以外 也表示起诉 它后面接的是谁 charge注意一下它用法就行了 charge接的是点点点位子 对不对 charge somebody with 然后呢 accuse接的是这 accuse接的是点点点点 off 这要注意一下用法 因为咱们在认识之后 第一步咱们先学会认 认完之后就学会用了 但这一个一个来 不能一遍就全学会 那不可能 charge with accuse somebody of 都是这边的指控 好 看下边 suse for 下一个这个词要indict 这个单词大家注意 不要读成indict 发现吗 不要读成indict see no pronunciation 没有发音 dict这个词跟咱们之前是讲过的 就是跟说有关 就是给你说进去 说进监狱 记住老师的解释 给你说进监狱 这个叫做起诉 控告 考研当中就问这个单词什么意思 看到就问了这个单词 indictment 就问了这个单词 indictment 当然它考的同一词 考的是谁 它考的这词叫做accusation 能看出来是哪个词不 我写上面了 考研的同学 能看出来是哪个词不 像这种变化都属于正常变化 你得认出来 你认不出来 那前后追就白学了 因为后追变 意思是不变的 accusation 它俩同一词 11年考过的原题 indictment accusation 这叫记住 说进监狱 这个prosecute 它跟谁放在一起 记忆呢 跟我在今天还带着你复习了 三个小时之前 我们复习的 叫persecute 两点的时候 咱们复习了 还记不记得 说many people have persecuted for religious beliefs 通过这个例句 还能讲出来什么意思吗 说people some people have been persecuted for their beliefs 因为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 遭到了迫害 挺好 这个是per 而前面这叫什么呢 这叫起诉 控诉 一个是迫害 下面这是 再来一遍 迫害和控诉 它俩是一组 迫害和控诉 这俩词是一组 这叫prosecute 就是persecute 一直尾随的是迫害 另外那个 别人叫迫害 你就告他 控告 起诉 前面这三个来宾 testimony 证词 它是跟证明有关 证词 证明书 证明信 推荐信 远离考试 detest 叫做证悟 加强考试是证明 提前考试是抗议 动词 提前考试 抗议 这个detest的重点 后面会再讲 讲证悟 然后再说一次 好 我们上一个厕所 休息三分钟 好 三分钟已到 这就是不同年代的 不同年代的青春少年组合 现在老虎队了 TF boys也是在 可能再过20年 就是TF men 就不是TF boys了 都一样的 原来的小虎队 现在变 可能变成了老虎队 那TF boys 现在叫做TF teenagers 明白了 现在就是TF teenagers 再过10年 就是TF men 就是 对 再过50年 就是TF grandpa 差不多 好了 我们进行玩来看 看下边 就是我 我那个时候 看到那个春节晚会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多说一句 就是当时看到小虎队 从那个下面上来的时候 当时真是热了盈眶 特别是前奏 就是 当时大年三十年晚上看那个 就是真的热了盈眶 就觉得 哎呦 这太感慨了 简直 我妈还喜欢小虎队 行了 咱们别说了 灯花所有同学 行了 你可以把这句话收回 rescind 撤回 repeal 撤回这个东西 这句话 不要说 我妈也喜欢 这会让我很心痛的 来看 第一个叫做forfeit 来把这三个写下来 forfeit表示的意思叫做 没收 或叫做 是丧失 名词也行 就表示没收物 罚金都行 这个词呢 也是 它既是名词 又是动词 作为动词来讲 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说这个 forfeit his right 你看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 取消了他的权利 没收了他的这种权利 是权利丧失 老不说forfeit your deposit 没收了你的定金 定金是不退的 大家能理解吧 它作为动词 是一个极物动词 名词的话呢 就表示罚金 或没收的东西 那这个词 跟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三个词写在一起 这个feit 实际上它是谁啊 是来自于fact的这个词根 叫做to make 只要看词根的话 还是来自于 最基础的词根形式 它只不过是来自于 fact的变形 然后这词根叫什么意思 叫做 还是跟制造相关 跟做相关 跟做相关 那for呢 这部分它其实来自于 就是far 就远嘛 在外面很远 就这东西 它远离你了 做得远离你 这个叫做没收 叫做没收 是丧失都行 再次强调 这是一个极物动词 也是比较难的一个词 下面下一个单词 叫做surfeit surfeit surfeit的这个s-u-r 作为前缀 表示什么意思 第一个表示在上面 第二表示多 那这边它取的 肯定是多的意思了 叫做过度过量 一般多指饮食 吃的有点多 叫做surfeit 比如说我造一个短语 大家也可以听一下 比如说 a surfeit of sleeplessness 能解写吗 a surfeit of sleeplessness 就是我们常说叫什么 有点过度睡眠 过度失眠 能列这个意思 过度失眠 睡不着了 或者表示我们所说的东西的 这种过量 食物的饮食的过度都行 它的用法就是 a surfeit of 多做 做得特别多 这个事情上做得特别多 这叫做过度 过度过量的 在基础词汇当中 还有一个词 跟它同一词 这个词看有学过吗 叫做excess 它跟这个词是同一的 excess 好 最后一个叫做counterfeit 看着它 counterfeit表示的意思叫做伪造 counter这个前缀 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表示的意思叫做 相反 再来一遍 它和counter是一样的 counter和counter一样 都是跟相反 就做相反的东西 叫做 一个是make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一种fake的感觉 伪造 这个伪造呢 它一般前面是什么东西 造什么东西比较多 就是这个词 counterfeit money counterfeit notes 伪超 假钱 会用这个单词 我们在以前学过伪造 比较常用词 一般会用这个词 用得多一些 就叫做fake 对不对 fake这些是属于常用词的 比如说你伪造 造假L为假爱马仕 这叫fake it's fake 能解吧 fake这个单词 那这个counterfeit 一般强调的就是造的是假钱 造假钱 就是大家把这三个fake放到一起 来第一个读一下 forfeit his right 就是使他失去权力 forfeit forfeit his deposit 没收了他的这个押金 对不对 这个要知道一下 第二个叫sirfeit sirfeit off 就是多做一些东西 那就叫做做的太多了 叫做过度过量 过度过量 excess 第三个叫做做相反的东西 叫做伪造 叫做伪造的意思 伪造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叫做opperhand 这个之前是在我们班讲的 脑子不要浆糊 你们可以的 相信自己 讲过了 是吧 你看prehand这个词根 大家能想起来这个词根是什么意思吗 还能想起来这个词根吗 它跟什么有关来的 叫做to catch 是跟抓有关 想想这个手吗 对不对 咱们说prison 对不对 监狱这个词都是跟抓有关 所以要加强抓住一个人 这叫做逮捕 或者叫做担忧忧虑 那apprehensive叫做忧虑的 都能想起来吗 大家 一个人抓心脑干 想一想 这个叫做 忧虑很焦虑 他在考验当中的考的改写 就是worry worry这个单子 别忘了 这个动作了解一下 好 表示优据 有点害怕担忧的词 我们补充 四个词 写上 第一个叫做dread 第二个 quill 第三个 horrendous 最后一个词叫做macabre uprehend 刚才说到了 叫做有个这种 惧怕 有点担心的感觉 叫做忧虑忧虚 好 第一个单词叫做dread dread这个单词 这是一个英词用的 比较多的一个词 行业链三当中也有 也叫做 担心 或者叫做 惧怕 担心 惧怕的意思 担心 惧怕的意思 这个dread后面 注意它的动词的用法 后面一边会接doing 这个词 dread doing something 叫做害怕做某事 害怕做某事 担心做 担心都行 比如说 I dread being sick I dread being sick 就是我特别担心会生病 特别担心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通过谁去记呢 就通过读书去记 里边有个read 怕什么东西 怕读书 弟弟 你接下来的弟弟 弟弟怕读书 害怕 担心 都行 它的形容词叫做dreadful 叫做dreadful 这个知道一下 它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三个形式都一样 dread 加ed也行 原形也行 这个要看一下 dread 下一个单词叫做quill 看一下 quill这个单词呢 叫做畏缩 或者叫做胆怯 畏缩胆怯 它这个跟谁同源呢 跟这个词同源 就是quiet 安静 通过他去记一记 通过安静这个单词 不敢吱声了 你看咱们胆小的时候 在商场里看到那些特别霸道 不讲理 素质特低的人 对你抄抄两句 喊两句 不吱声了 畏缩 quill quiet 还表示安纯淡 安纯 也是他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horrendous 这个可怕的 骇人的 它这个影射的胆子 是不是horrible 大家可以通过horrible去记 通过horrible 可怕的 惊人的 这个不难 不难背 比如说 这种非常 可怕的 极其害人的这种这样的一场事故 这一场事故 当时死了30多个人 这个叫做horrendous traffic horrendous injuries 可怕的这种伤势 极其可怕 吓人的 可怕的吓人的 通过horrible去记 最后一个比较难 这个也是北美考试的词汇 托福和家里同学背 也叫macabber 叫做 也是可怕 吓人恐怖的 这也是来自于法语词 表示 在法语当中 macabber表示 骷髅骷髅秽会 是跟骷髅相关 macabber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 可怕 以死亡为主题 它想到这种 很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个法语词当中 表示跟骷髅相关 它想到这种 令人毛骨悚然的 像死亡一样的 这个是极其为恐怖的事情 这个叫做macabber 有时候macabber story 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对不对 macabber story horrendous 来就horrible 可怕 困有安静了 这叫做胆怯 畏缩 quiet dread 弟弟怕读书 担心惧怕 担心惧怕 这几个脑子里想一想 有个读书在里面 怕读书 quiet 安静 是害怕 可怕的 这个稍微难一点 好 下边 下一次叫做chamber 能看懂吧 就是死刑犯执行的 这种死刑事 chamber一般强调的 用于特定目的的 特定目的的这样的房间 我们叫做chamber 当然其实简单解释它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room 同一词 你就把它解释成这个意思就完了 就是room这个两词 有指用于特定目的的 这样的房间 或者我们叫做司法团体也行 意愿 我们常说上意愿和下意愿 英国的用的就是这个词来翻的 有没有英语专业同学叫lower chamber和upper chamber 上意愿下意愿用这个词来翻 你要不学新闻 这就没什么用 学医的同学呢 知道一下表示体内的体腔 人体啊 器官啊 这个体腔 啊 是都行 比如the chambers of heart 就是那种心房 能理解吧 chamber of the heart 啊 用这个单词 啊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就知道一下 就是等于room就完了 啊 他怎么去记呢 通过一个联想记忆记啊 就是吃啊 茶 啊 M想说门 插门 开始喝酒 啊 插门喝酒 像高中那个时候 你想一想 不让喝酒呢 把宿舍门在里面一锁 在里面开喝 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chamber 啊 下一个单词啊 继续玩来看啊 所以刚才说了 它有几个意思啊 英语专业的注意 表示医院 上下意愿用它 还有就学医的 表示体内的 新式新房 用这个词啊 但我们不参加 这样考试的同学 你就知道就是房间就行了 啊 好 来第一个啊 叫做prie 来读一下啊 prie delve snoop poke about 还有probe 现在只有打一下1啊 第一个啊 第一个啊 prie 啊 delve snoop 啊 poke about 还有pro 一下了啊 所以呢 那天看下这个这个动作啊 是不是这撬杠啊 能看懂吧 给你个杠子啊 能够敲起啊 一个箱子 撬起来 这个词 大家通过谁去记呢 我当年在记的时候就通过price去记啊 因为它有一个什么意思 叫打探啊 叫打探价格 你就通过price去记啊 通过price去记就行了啊 price啊 price啊 这个price在使用的时候呢 也是比如说去打探一个人的隐私啊 一些事情的话 它后面呢 一般会接借词into price into something 这是这个词的一个用法 这个大家知道 第一个表示撬开 明词就是撬杠啊 把东西给撬起来 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比如说把这个门给撬开 把这东西给撬开 你可以叫price something open 这样去用 这个词的用法 有两个 第一个表示撬开东西 用用它 用这个词去表达 price the bottle open price the door open 把门给撬开 把东西给撬开 但第二个意思呢 表示细茶 去撬开它的话 这叫做去探问 这个时候 就是用into来去使用 搭配这个into这个词 比如说price into my personal life price into my personal life 去打探我的私生活 打探我的私生活 不用它 所以这就是这个词 它相关的一个用法 但是我还是建议同学们 就通过 我当年在记得 是通过价格去记 好记一点 打探价格 刺探价格 price 下面第一个叫做delve delve into 也是表示什么呢 叫做探究探索的意思 这是第一表向下 还是向下down这个概念 就是向下挖 你可以这样想一下 向下深挖的感觉 这个叫做探究 探索 这是一个用于专业的一个词汇 叫做delve delve 或者翻译成叫做钻研都行 第一个表示的意思也叫探究 考察都行 第二个表示钻研 这样翻译也行 好 下一个snoop snoop这个单词也是解into 你看这几个词都解into 这两个词都是解into 这它通过谁记得 通过那小狗 那狗叫什么来的 就是叫snooby 叫snooby 就是这个词吧 狗鼻鼻子起到什么作用 其实就是打探东西的 咱们说这是假 嗅觉太灵敏 像狗一样 通过狗鼻子去记 那个小狗snooby 也叫做打探 snoop into my personal life 一样的 所以这三个词 如果我们翻译成打探 你看一个是撬开 把这事给撬出来 第二个就是向下深挖 一个l 你看像一个 一个敲一样 细长的一个棍子一样 往下去挖这个东西 delve delve into snoop into 也是 snooby那小狗不知道啊 就特别可爱 那个小斑点狗 黑白色的那个狗 下一个单词叫做poke about 也是叫做刺探打听 因为poke有戳的意思 刺戳的意思 poke about 最后一次叫做probe 这个在考研当中就有考过 也叫做探究查明 他当年在英语一当中考的 跟谁同一词 跟 大家肯定都熟悉这个词吧 桌面上的这词叫做 谁 这个单词叫做explore吧 是吧 探索这个单词 对不对 探索 这个当年他俩考过同一词 改写 叫做probe probe这个单词呢 它跟谁是同源 它实际上是跟prove同源 你看一个叫做证明 看到吗 一个这叫查明 比如你说探索宇宙 你叫probe into universe 这叫探索 探索查明 probe into 它也是接into这个单词 一个证明 一个查明 BVFP 这几个字母之间的变化 大家了解一下 好了 把这四个词过一遍 第一个 price 打探价格 刺探价格 price 到向下深挖 探究探索探寻 那个snooby 像狗一样 叫做打探 打探 snoob into poke about 打听刺探 这个probe 通过证明去记 一个是证明 这是查明探索 查明探索 probe into the universe 把这几个放到一起 把刚刚过去的这一组词过一下 看看例句当中还记不记得 第一个 说 nil nil who had learned of the teen's testimony from a grand junior joke of with him 看里面 他说这个 nil呢 从一位 什么呀 一位陪审团 陪审员那里得知了少年的证词 少年的啊 这个年轻人的证词 testimony 人说的话 我们以前学的比较简单 证据就是proof啊 或者是evidence 这样的词啊 这个证词 好 这边第一个叫做起诉 当他知道家里发生的时候 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起诉了 sue 思误 是上诉 还能见到他吗 cue 这叫暗示 糊了 糊 叫什么 糊光山色 叫色度色调 还有一个叫做 如果表示后悔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 想好好学习 后悔 后悔 另外还有一个起诉 就是把你说进监狱 indict 是这个单词 indict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叫做forfeit 叫做没收 资产没收法案 法律 forfeature 这是他的名词形式 做得远离你 让这个东西far 它是来自far的变形 做得远离你了 这个拿走了 没收是丧失 下一个词 upprehended 就是arrested the two suspects 两嫌疑犯被逮捕了 逮捕 chambers 两院 现在用的就是叫做both chambers 佛罗里达州的议会两院 一致通过了修订后的法案 房间 大家在这个 你看看 前后文到底该怎么翻 该怎么翻 当然我说了 它表示体内的枪 房 或者是用于特定目的的房间 咱们执行死刑的死刑事 你看用这个词犯的 叫death chamber death chamber 茶门喝酒 别忘了 最后一个叫做prie 叫做翘 翘走了 他 从他手中给翘走了 就是夺走了 叫prie it away from her to get it to get it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一会我会说今天几点复习 今天是20点 我们会有测试 20点会有第一次复习 然后第二次就是明天早上了 今天内容稍微多一点 会稍微多一点 今天是20点 来看这边第一个 叫做detain 把这组词写下来 中处写一写 detain abstain distain pertain pertinent contain 不要糊 下一下 看一下 detain abstain disdain 还有pertain 对 稍微有点多 但大家也是去写一写 要不往下讲了 算了 不往下讲了 把刚刚内容就剩一两分钟了 咱们带大家过一下吧 明天晚上 周一的时候晚上 咱们再讲 来不往下讲了 不说了 因为今天上两节课 来看这第一组词 还能想起它吗 fugitive 把这节课的词快速过一下 看这个图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来 去干嘛呢 这叫做 洗劫 洗劫掠夺 还有表示叫仔细搜索 用麻袋装完钱就跑 ramage在房间里 只有房间这个词 这叫什么叫细细搜索 100吨 抢了100吨的什么东西 叫做战利品 掠夺 plunder 掠夺洗劫 pillar 想想把柱子上的所有的金子 都给都给扒下来 这也叫做掠夺 pillage pillar pillage pillar pillage 它俩一个是前任 一个是继任者 predecessor successor 好 这边第一个 俘虏就够了 叫做 节约节俭的 thrifty节俭 sparry economical 都是表示跟节俭有关 crew 看这个词逐渐的增加 对不对 强调的是自然而然的积累增加 accruement 或者accression 也叫增加 不断去创造一些东西 amass 大量 叫积累 month 增加 levis levis lifestyle 放到短语当中 就能记得什么意思了 看这个图片 再看这个短语 就能记住什么意思了 非常奢侈的生活 花钱如流水一样的 还能想起来不 说江湖的同学 看图片 再看短语 能想起来不 能 这个词根是跟冲洗有关的 叫做分开冲 叫做西施 冲下来 叫做大洪水 stingy stink she never stint on money she never stints on money 她从不吝息钱 从不吝息钱 这叫做用于否定词 叫吝息 吝啬的 neger的吝啬鬼 吝啬的 passimonious 也叫做吝啬小气 吝啬小气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两节课的内容 大家现在确实需要 做个眼保健操 吃个苹果调节调节 然后呢 七点 自己先复习一遍 然后八点的时候打卡 好不好 八点的时候打卡 加油 我们周一再见了 周一见 拜拜